Hello 我是飞龙 我是高辉 未说之前 先记住 先点赞 订阅 按一下铃铃 按一下我和飞龙的IG、Facebook和YouTube频道 近年有没有看过一个 网上不是都选十大男神的 我有说过 有梁朝伟、谢霆锋那些 梁朝伟、谢霆锋 第一位是张国明 第二位是梁朝伟 第三位是西文化 我常常反倒到尾 第四是黎明 第五是富城 第六是古天乐 第七是郑依建 第八是谢霆锋 第九是吴燕祖 第十是陈冠卿 就说他们是男神的 好像是讨论区选出来的 这件事被人争论了很多 第一 有人问 喂 你 你说的是他们最好的表现时的样子 还是说他们今天呢 如果今天 其实张国明都过了身 你的准则应该是说他是最好的表现时 最合适的时候 最合适的时候 应该是这件事 但是有些人就说 那不是很公平的 那第一 为什么没有我们的姜濤呢 姜濤也很偏 就是 还有刚才那些 某程度上都是 很早之前的前辈 很多前辈 是啊 而且还有一点尴尬的前辈 为什么又没有刘德华 是啊 应该要有刘德华的 是啊 没有刘德华 奇怪 有些人在说 不知道 在帖上吴燕祖 吴燕祖现在的样子 好像不是很合适的 最大的差别是 那些人说 Edison Edison 也是 是啊 所以那些人就觉得很奇怪 那这个 这个是 你叫香港十大男神的定义 是怎样定义呢 就是 他没有说 历来 就是你说历来 我们会异名 是啊 是啊 那 那些人 历来 历来也应该有姜濤的 你问我 我都觉得 怎样都应该有姜濤 怎样都有的 是啊 还有你计算哪一个时期 是不是你如果说由今天 数回头的时候 一定有姜濤的 是啊 那如果历来也没有刘德华 实在太不公平了 这个非常之不公平 其实刘德华 一定要有的 我觉得是 可能他是不是打漏了 不知道 最年轻的人已经有可能是 谢霆锋 还是陈冠熙 陈冠熙我想差不多了 四张 那你就是说四张以下那些 不是男神 全部都不是的 不是男神 那这个又很抵触 抵触什么呢 就是抵触那个全球 八大晋男 你有看这个选举的吗 我有看 这个选举又夸张的 Era 八大晋男全都入了 你知不知道 保琪都入了 你不是没看吧 保琪 你说ERROR的保琪 是啊 ERROR的保琪 之前我知道 193都好像入了 真是 翻版楼华入了 正版楼华没入 怎么办 正版楼华应该是入 肥仔也入了 会有点过分 我想问一下 这个其实八大晋男是不是 粉丝投票 这个 这个榜是哪里搞的 我不知道 是不是够多粉丝投票 如果全世界最劲的 如果是粉丝投票的话 如果全世界最劲的粉丝群 就是我们香港的粉丝 那韩国那些怎么办 韩国那些怎么办 有些鬼仔 是吗 是啊 看完之后 TVB真的要检讨 你那是Super Tiger 一个都没进入 Super Tiger是 期间限定的 期间限定 我不知道 我估计 我估计 我估计了 有时候有些东西 就是什么 有些人以为一夜情 怎知是 结了分 是 玩玩一下怎知是真的 玩玩一下怎知是真的 我觉得可能 遲些练习 很多网络人 都入卖了 那就要看粉丝 强不强 例如 小波子 五仔那些 是 没错 那波子就应该多点粉丝 是 五仔也不少 五仔那些 只是轻轻 OK 我弄下去 那就会不会 红仔头都入卖了 戴面具都可以入卖了 他竟然敢不争赞了 如果你投票都可以投 就可以了 你救手 忽然多粉丝就行了 我觉得其实 这个榜 某程度上 真的比较粉丝多 我想说 我们之前不是在说十大 所以 刚才那个榜 又泰国年长 这个又会不会太偏茫一点 太过年轻 不止年轻 太过偏茫一点 我想说年轻其实还有一点英俊 我不要说算了 刘德华 跟他们一起去抢 我想他们都不介意 但如歌手来说 我觉得 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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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应该入卖了 是 绝对 MC 现在都这么受欢迎 你又迟了一点出道 如果你做一年出道 你都应该入卖的 我不行 你不要把我放上桌子 你也可以入卖的 我不是 你不要怪我 想爆开你以前的事 你好像以前有参加的美男子比赛 哪有啊 有片就有真相 你有没有证据 你又以为我夹了一张图 不行了 不行了 我没有说过 对不起 没有的 没有的 我不会夹了一张图 对对对 但如果你网上找到 就另一件事 有粉丝 对对 如果自己找到 自己找到 人有相似 对了 可能是我弟弟 对了 连名字都相似 又叫高辉 Spotify 有没有看过新闻 说 原来 2022年 最多人点那个 竟然不是MIRROR的成员 是谁 是MC 刚才提的那个 他的歌是很热的 其实 是很热的 是啊 但是 但平时看 很明显YouTube 你看其实 MIRROR 每个都 挺厉害的 点击呢 几天就已经 8厘200万 但是 如果你 如果这样说的时候 MC那个反对无效 记一面 其实这两首歌 都属于是 Hit了的了 是啊 他都 成绩都挺好 是啊 其实我有得 对人解释的 说 我有问过 姜濤的粉丝 你喜欢看着 姜濤的样子听歌 还是就这样听他唱呢 是 是 两个都喜欢 但有得选 当然就看 是 他本来没有这么说的 因为我一直问他 那找一次姜濤的MV 不出镜 行不行 不行 我觉得还是姜濤来的 姜濤 不是那个姜濤 其他姜濤 我说的 是 但是 那林家軒都可以 林家軒的MV都没样子 挺受欢迎的 林家軒就走了去 他是两个不同的类型 是吧 他是属于 帮助歌曲 其实我想说 其实很多时候 他们MIRROR的粉丝 即镜粉也好 姜濤也好 他其实是 很喜欢看MV 多过纯听歌而已 就是喜欢视觉享受 视觉享受多一点的 是的 那么MC 他那一班 就相比之后 有可能 反过来 其实MC里面都有的 但是相比之下 听歌 他们都很享受 某程度上 是的 某程度上 那两首歌都做得 很商业 和挺有性格的 因为我想说 刚才说 Spotify 我一直在讲一下位置 大家知道什么事 讲一下2022年里面 有哪些歌 是入了十大 是多能点的 第十位 就是伊先生年怀不幸事件 有一百二十五万的 第九位 都是Edan的 一表人才 一百三十二万 第八位 就是 敬浪漫超温馨 一百三十八万 就是汤令山 就是 是 第七位 就是姜濤镜中镜 一百四十一万 其实都不错的 已经是 好了 接着就是 第六位 就是林家軒 就是空中的者一秒 就是一百四十九万 第五位就是 韦利安 如果可以 月佬的歌曲 你有没有看的吗 即是你说如果可以 对对对对 你有没有看一部电影的吗 我还没看 但这首歌 都听了很多次 是的 这首歌算是 近这几个月 香港醉血的歌曲 这首歌是爆了 是的 爆了 是的 好了 第四位就是 姜濤DMIFAN 一百七十七万 好了 第三位 时刻不组 MC 二百零一万 第二位 MC 反对梅后 二百二十七万 第一位 都是MC 记忆名 二百七十九万 首三位 全部都是MC 为什么呢 你觉得会不会是 因为这个是spotify 是纯音乐先的 是的 应该是听的 未必有画面 你觉得在歌怀上 即音乐题材上 会不会这三首歌 其实是情歌呢 其实是的 我想说 我想说 当然姜濤那些 她的歌是好听的 还有她的概念大胆 但又很老实说 始终女性是喜欢听情歌多一点的 是的 或者那个重复到听 会是听得高一点的 情歌 这件事我又想交给我们的听众 就是说一下 其实你们偏向听什么类型的歌多一点 情歌还是有style的歌 或者我一这样说 怎样说 有meaning的东西多一点呢 其实有时我觉得 有meaning的东西 要他们本身要认识歌手 才会听的 有些情况 是 除非那个meaning 是一件很出的东西 即是很反映到 那个时势的东西 否则的话 有时 因为现在很流行 你见MIRROR 他们几个成员 他们有meaning的东西 其实都是说 他们的歌手自己的内心感受 这些情况 你本身要熟悉她 才会去听 对 但情歌呢 你就会 当然你熟悉她 就会听 你不熟悉她 都会听 一句说到尾 可能听众会说 好听就会听 对吗 当然是这样说 但我想说 MC到这么高点击 多或少 其实 除了情歌之外 他这几首歌的歌词 其实是比较容易消化 那也是 你可以不听之下 你都明白到她 是的 而且MC那几首歌 都在製作上 都做得挺有性格的 有有 是他做到一样 很明显 他做的风格 跟MIRROR 他们各成员做的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其实林奸圈也是 很多时候 就算是汤定山也是 他自己也有 有性格的 你发觉每一样东西 那时候要突出的话 你会表现到一样 他自己的东西 反而我会觉得 如果像刚才你说 湯定山 林家谦 我觉得如果作为 唱了歌手 自己会写歌 我觉得应该 要表达自己的内心 多些 之外 只是做一些 纯情歌 我是这样的见解 你怎么看 两样都可以 你自己的东西也有 某程度上 商业的东西 有些情况都需要有 我经常都觉得 如果是唱了歌手的话 即是你一个唱了歌手的 角色的时候 我觉得你的音乐 某程度上 需要有些功能 不只是好听 自己自开 我觉得是需要带一些 信息出来的 令到你的音乐 是透过音乐 传达一些信息出来 这样才会变成有意思 当然 唱作歌手 应该说 他要营造一种 角色出来 有意思是其中一种 但是 有些情况的话 例如 周杰伦 周杰伦的角色 在方文生手上 你问我 方文生的歌词 他未必玩 是很有意思的 他玩文字技巧 写得很漂亮 他有另一种表达的方法 那也是 周杰伦 已经有很多 很多歌曲 量多 什么类型都有 周杰伦 有些把炮 初出道的时候 初一两张碟 你会在一张碟里面 看到他已经有几种风格 是 这件事我非常欣赏 不同的东西都有 Rock也有 R&B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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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pop也有 中国风的东西也有 是 中国风 混合R&B也有 这些就是一个歌手 很多面向 不同的种类型 他都可以带到 这些就很厉害 上次Name也有说 很多时候一个歌手 要生存得久 其实要有很多版本的东西 是 一些版本的东西 其实Name也有很多不同的 你小品又有 小品又有分分钟需要你 你很创意的东西 又有十分十二寸 或者是数字人身 或者现在的YOU 很多人心目中觉得 是凡交歌 凡交歌 凡交歌 也挺洗脑的 看得太多 不是啊 如果听众觉得 这首歌是凡交歌的时候 已经有这个功能性 有话题性 成功了 有段时间太离谱了 我入了千千屋市场 那几个月都是播着这首歌 你才听完 我本身是很喜欢听Name唱歌的 但YOU的应该是我最不想听Name的歌 哈哈哈哈哈哈 立刻不追求 其实YOU是二次创造的 原曲英文歌 Uptown Girl 其实是1980多年的歌 那时候Name1984年 已经改了这首歌 那时候好像叫我爱你 那时候真的可以 他变了YOU之后 反而不可以 哈哈哈哈 因为有时候 你太多了 就会唱歌 多不就是沉 那大家如果有些什么 欢迎大家留言 我们会看的 是的 留言 或者找一次我们 因为有时候 有些观众有些留言 都很精彩 找一次我们 拿一些留言出来 读一下 说一些留言 是的 有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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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值得参考 那我们到时 一起研究一下 有些互动 要是吗 好啊 非常之好 这个提议 好啊 差不多了 那我们赶紧拜拜 好拜拜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